大家好,我是脑补君 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关于阿努纳奇的最新发现 说到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许多人或许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神话传说 长久以来,即便那些虔诚的牧师 也大都认为诺亚方舟的故事 不过是一种用来警示人类的隐喻 然而,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 一系列新的发现逐渐浮出水面 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诺亚方舟是否真实存在 而且,它所展现的面貌 也与我们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 更令人惊奇的是 诺亚方舟的故事中还隐藏着一段神与人类的对话 这段对话似乎揭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秘密 人类的起源 在《地球编年史》这部著作中 首次提出了外星生物创造人类的理论 书中根据考古、天文以及全球神话中的众多巧合 大胆推测古代苏美尔人神话中的神主阿努纳奇 实际上是来自尼比鲁这个外星星球的外星人 正是他们创造了人类 并传授给我们各种知识 使得人类在智慧上远超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尽管阿努纳奇的故事 长久以来被视为有趣的都市传说 但最新的证据却表明 这很可能并非仅仅是传说 而是远古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学者 他头发花白 神似白袍巫师甘道夫 名叫欧文·芬克尔 作为大英博物馆的副馆长 以及古代西行文字的首席研究员 他是世界上少数能够解读古亚术语 古巴比伦语和古苏梅尔语的研究者之一 1985年 欧文博士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发现 一位名叫道格拉斯 西蒙斯的古董收藏家 带着一袋古董找到了他 这袋古董中包括了古代硬币 古灯以及一些来自中国的物品 然而在这堆古董中 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一块长约十厘米 两面都刻满西行文字的小泥板 道格拉斯斯然表面上询问欧文博士 这些古董的时代背景 是青铜时期 铁器时期还是现代仿制品 但实则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最关心的还是这些古董的市场价值 作为西行文字领域的权威 欧文博士毫不犹豫地 首先拿起了这块西行文字尼板 欧文博士起初以为 这不过是一块寻常的古巴比伦尼板信件 毕竟大英博物馆中藏有上万块来自伊拉克的古代尼板 其中多数记录的都是些日常琐事 诸如谁欠了谁几个鸡蛋 筹备宴会需要几只鸭子这类琐碎之事 然而当他细读这块小黑板上的首行文字时 心头一震 意识到这绝非寻常之物 你板上赫然写着 强强卢尾强 卢尾强 阿特拉哈西斯听从我的建议 你将可以永远活下去 毁掉你的房子 建造一艘船 抛弃财产 拯救生命吧 欧文博士一眼便认出 这正是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 他顿时兴奋不已 仿佛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认为这块石板意义非凡 可就在此时 石板的主人道格拉斯突然将石板夺回 转而向欧文博士展示其他古董 提议先欣赏这些 好在道格拉斯最终还是将泥板交给了欧文博士 让他得以细细研读 欧文博士读完泥板内容后激动得浑身颤抖 因为这块泥板上所记载的内容 与之前所见截然不同 他正欲向道格拉斯提出借来研究 不料道格拉斯却带着泥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消失便是漫长的二十几年 直到2009年 欧文博士才终于有机会逐字逐句地 深入研究这块方舟泥板 这块泥板共有60行文字 其中部分内容与圣经记载相似 但也有一些内容令人震惊 未便于对比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 据圣经记载 上帝因人类罪恶深重 决定用大洪水清洗地球 但上帝发现诺亚是个好人 便提前告知 他将用洪水毁灭大地 并命令他建造方舟 带上家人和各种动物避难 圣经中甚至详细描述了方舟的尺寸 宛如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箱子 最后 大洪水席卷了地面上的一切 历经了漫长的二百二十天后 方舟终于停靠在亚拉拉山附近 大洪水也开始逐渐退去 期间 诺亚连续三次放飞鸽子 前两次 由于洪水尚未完全消退 鸽子找不到陆地栖息 只得返回方舟 而第三次放飞时 鸽子再也没有回来 这标志着洪水已完全退去 大地重现生机 于是 诺亚一家人和各类动物 纷纷走出方舟 离开方舟后 诺亚将部分动物作为祭品 献给了上帝 上帝嗅到祭品的香气 便发誓 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 同时 上帝在天空中 绘制出一道绚丽的彩虹 作为它永不毁灭地球的誓言 这便是圣经中 诺亚方舟故事的大致内容 然而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 真正的诺亚方舟 与圣经记载 似乎存在诸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 两块记载大洪水 和诺亚方舟的古代泥板 其中一块是 欧文芬克尔教授所发现 而另一块 则在一百多年前的1872年 由乔治史密斯发现 因此 我们将结合这两块泥板的内容 尝试还原远古时期 神与人类共同经历的历史 早在欧文博士发现 泥板的一百多年前 乔治史密斯便在1872年 研究了一块泥板 发现其中 记载了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 使密斯发现 泥板上的一些内容 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叙述 颇为相似 例如神为了消灭人类而发动大洪水 以及洪水退去后 连续三次放飞鸟来试探洪水 是否已完全退去 这一发现已经公布 立刻引起了轰动 人们纷纷展开热烈的讨论 因为在此之前 许多虔诚的基督教牧师都认为 诺亚方舟的故事只是隐喻 用来警告人类不要行恶 以免受到上帝的惩罚 然而他们没想到在泥板上也发现了相同的故事 更为巧合的是 这块泥板来源于公元前700年 一位亚述国王的皇家图书馆 其时间与圣经的成书时间相近 因此当圣经学者们得知这一消息时 他们感到十分振奋 这意味着除了圣经 我们还有其他的考古证据来佐证这些故事 然而 这些学者们的喜悦转瞬即逝 很快就被愤怒和困惑所取代 因为乔治史密斯发现的这块泥板上 记载的内容与圣经大相径庭 这无疑给圣经的权威性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圣经的描述中 是上帝决定毁灭人类 却唯独赦免了诺亚一家 然而 这块泥板却讲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苏美尔的创世神话 这个神话与许多国家的创世传说 有着显著的不同 比如 在我们中国的神话中 天地原本是一片混沌 直到盘古开贴辟地才有了天地 神和人 印度神话也描述了 从混沌之水中诞生出神 天地和人的过程 圣经中同样提到 世界最初处于混沌状态 神将光和暗分开 创造了光 天地和人 但在这块泥板上 苏美尔创世神话 却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天地大海本就存在 神也早已降临 此时 人类尚未出现 只有一群被称作阿努纳奇的神奇 以为从天而降的神 这些神奇数量并不多 仅有几十位 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位 统治天空的阿鲁 掌管大地的恩尼尔 以及主宰水与海洋的恩基 某日 大地之神恩利尔 指派了约二十位低级神奇 负责大地的农业和河流维护等工作 这些低级神奇被称为丁吉尔 然而 四十年后 这些丁吉尔神奇 因无法忍受枯燥而艰辛的劳作 发起了反抗 但在强大的神奇面前 他们的反抗迅速被镇压 此时 仁慈而智慧的水神恩基提出 与其惩罚这些叛乱者 不如创造人类来替代他们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 这就像我们现在希望 AI能帮我们分担繁琐任务一样 恩基也希望 人类能替神奇们完成这些枯燥且辛苦的工作 接着 另一位名叫灵徒的母亲女神 被众神指定来完成创造人类的使命 然而 他创造人类的方式 却与其他神话截然不同 在那群暴乱的小神中 有一位名叫伊拉维拉的智慧神 令人震惊的是 众神竟然杀死了伊拉维拉 用他的血肉与泥土混合 塑造了最初的人类 更为奇特的是 随后所有的阿努纳奇神奇 都像这团泥土土口水 经过十个月的孕育 一个特制的子宫破裂 人类真正诞生了 然而 随着人类的繁衍 大神恩利尔发现 他们实在太多 太吵 太烦 于是 他每隔一千二百年 便引发饥荒和干旱 意图减少人类的数量 但恩利尔的怒火并未止息 最终他发动了大洪水 意图毁灭所有人类 幸运的是 水神恩基心生怜悯 悄悄告知了 名叫阿特拉哈西斯的人类 建造大船 以保护家人和动物 大洪水肆虐之际 甚至连天上的众神 看到被洪水淹没的众生 都忍不住哭泣 洪水持续了七天七夜 众神开始后悔 因为人类原本是为他们服务的 现在却无人可供驱使 没有人类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料 众神备受煎熬 故事的结局与圣经有所相似 阿特拉哈西斯用动物向众神献祭 在大餐一顿后 大神恩里尔与同伴达成一致 决定不再用大洪水来毁灭人类 但整个故事中的人物与圣经 有着显著差异 在苏美尔神话中有许多神奇 而在圣经中仅有一位上帝 圣经中的神出于仁慈 让人类生存 而苏美尔神话中 神与人则是相互依存 不可或缺的 此外 泥板上的故事与圣经还有第二个不同点 圣经明确记载 建造诺亚方舟的诺亚 活了950岁后去世 但在这些泥板中 建造大船的阿特拉哈西斯 却获得了阿努纳奇的恩赐 得以永生 这与圣经的记载截然不同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方舟的形状 大多数网络和电影中的描绘 通常是长方形 圣经中的记载也是如此 然而这块泥板却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舟 一个长宽高都相等的立方体 这与圣经的记载 又大相径庭 进一步动摇了其权威性 原本满怀期待的圣经学者们 此刻恐怕已无法保持冷静 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满 他们或许会想 这什么泥板 简直是胡扯 船怎么可能是等边的立方体呢 然而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一百多年之后 欧文博士成功破译了第二块泥板上的文字 这次的发现 让诺亚方舟的真实形态 变得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欧文博士发现 这块泥板竟出自公元前1800年 距今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 比先前那块公元前700年的泥板 还要早1000多年 因此 从时间线索来看 这块新发现的泥板 无疑更接近于古代历史的真相 当欧文博士深入研读这块泥板时 他惊讶地发现 我们一直被误导了 原来 诺亚方舟并非长方形或正方体 甚至完全不是方形的 而是类似于飞碟般的圆形构造 泥板上清晰记载着大神恩基 对阿特拉哈西斯的指示 建造一艘轮船 更令人信服的是 这种原船的说法 不仅存在于泥板的记载中 现实中也有确凿的证据 在阿拉伯地区 自古以来流传着一种特色小船 名为库法尔 直到上个世纪 仍被广泛使用 一眼望去 这种小船的造型奇特无比 让人不禁好奇 古阿拉伯人为何会选择 将船造成圆形 毕竟在东亚 非洲 美洲等地 古人普遍选择长条形的船只 为何唯独古阿拉伯人 如此独树一帜 坚持将船造成圆形呢 事实上 这种圆形船设计 存在一个显著问题 无论是滑奖还是承担 都极难操控 稍有不慎 船便会在水面上打转 特别是在逆流而上时 更是难以驾驭 然而 圆形船也有其独特优势 它更加坚固安全 尤其适合在大洪水等极端情况下漂浮 毕竟 在洪水中 划船和撑杆已不再是关键 船只需要保持漂浮状态即可 而圆形船 就像不倒翁一样 更不容易翻覆 因此 我们不禁要想象 古阿拉伯人 为何会选择这种 不易操控 但安全性极高的圆形船 或许答案很简单 神话不仅仅是神话 或许这块泥板上 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 就是真实的历史 这些小圆船 很可能是古时候神明传授给人类的造船方法 并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 泥板上的文字 还提供了更多证据 表明这些原始的库法尔船 就是缩小版的诺亚方舟 在这块珍贵的泥板上 大神NG详细记载了诺亚方舟的制作方法 就像是一份详尽的勒高积木说明书 阿特拉哈西斯 也就是圣经中的诺亚 只需按照神的指示 便可将这艘船组装完成 据泥板记载 这艘船的面积达到3600平方米 船高7米 几乎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大小 首先 船的龙骨是由木材精心制作而成 而其表面的材料 则与后来的库法尔兰元船如出一辙 显得尤为特别 令人称奇的是 船体的主体部分 竟然是由麻绳一圈圈缠绕而成 用绳子来造船 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 但事实上 这种造船方式 最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由于阿拉伯地区的木材相对匮乏 难以获取足够数量 来建造如此庞大的船只 幸运的是 当地盛产芦苇 人们便利用芦苇纤维制作麻绳 然后将麻绳层层缠绕在龙骨外部 最后 为确保船只防水 船体内外均涂满力轻 这种方法 无疑是当时建造大型船只的 最佳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圣经中曾提及 诺亚方舟使用某种材料来防水 然而 对于如此庞大的船只来说 获取足够的这种材料 无疑是个难题 相比之下 历青在苏美尔地区 及现今伊拉克附近 储量丰富 因此使用历青作为防水材料 更为合理且实际 此外 这块泥板上 还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容 神不仅指示了建造诺亚方舟所需的材料和方法 还提供了详尽的数据 大神Engine明确指出 建造这艘船需要长达14430舒途 古代苏美尔人的长度单位 的麻绳 换算成现代单位 这相当于约526公里的长度 几乎相当于上海到湖北的距离 这样的数据令人叹为观止 也不禁让人好奇 如何获取如此长的绳子 然而 泥板上的记载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原来 建造方舟并非诺亚一家之力所能完成 而是阿特纳法西斯 动员了大量村民共同参与 这一发现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合理和生动 更有趣的是 根据你版上的记载 诺亚方舟的面积约为3600平米 船高7米 而用于造船的麻绳 则比普通人的大拇指还要粗 为了验证这一数据的准确性 欧文博士特地邀请了一位 诺贝尔奖得主的数学家进行计算 结果令人惊讶 计算得出的麻绳长度与大神Engine 给出的数据几乎一致 误差极小 这一发现 进一步证实了 你版上记载内容的真实性 因此 凭借你版上详细的建造方法和数据 我们可以断定 这份来自大神Engine的造船说明书 绝非凭空想象的神话传说 它很有可能是基于现实情况 经过精心计算和细致规划而成的 这份你版所记载的内容 或许并非神话 而是真正的远古历史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 皇帝与赤油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原本的皇帝与赤油相比 实力相差悬殊 史书记载 赤油拥有锐利的金属兵器 而皇帝最先进的武器 还只是玉石所致 更糟糕的是 赤油还有法术高强的术士助阵 能呼风唤雨 甚至制造迷雾 使得皇帝的军队在战场上几乎无法还手 然而就在皇帝陷入绝境之时 奇迹发生了 一个晚上 皇帝在梦中忽然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启示 仿佛从电脑中下载了海量的知识 他迅速掌握了三种强大的技能 首先是制作指南车 为军队指明方向 接着学会了俘虏秘法 可以直接用魔法攻击敌人 最后还得到了龙甲神章 这本书不仅记载了 制造各种兵器的秘诀 还包含了行军打仗 调兵遣将的兵法 据说 后来的兵法十三章 古须法十二章 以及著名的奇门遁甲 一千零八十九 都是根据龙甲神章的内容发展而来的 看 中国的神话中 也有着神传授人类知识的故事 此外 那本备受争议的以诺书 也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在大洪水之前 上帝派了二百名天使 到地球上来守护人类 虽然书中没有明确说明 这些天使是看守人类 还是保护人类 但它确实记载了天使们 传授给人类各种知识和技能 比如 天使阿格里埃尔教人类 如何模仿和吸引异性 天使巴拉奎尔 传授了占星术 沙埃尔是气象学的祖师 卡舒迪安指导重症治疗术 贝埃尔传授天文学 菲尔莫罗斯教会人类使用药草 而加德雷尔则 传授了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神话 都流传着神传授人类知识的传说 难道真的像你版上记载的那样 神传授人类知识 不仅仅是传说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九天玄女真的曾经传授给皇帝那些神奇的秘法呢 有趣的是 国学大师梁湘润在探讨奇门遁甲时提到 古书记载在皇帝之前 人们的寿命普遍长达三元 即180年左右 这与现今的寿命观念大相径庭 然而 自皇帝得到天神的启示后 人类的寿命骤减至大约60岁 与苏美尔大洪水故事中的情况惊人相似 此外 那两块泥板所记载的故事 是关于半神吉尔加美什的传奇经历 吉尔加美什作为神与人类的后裔 尽管没有众神那般强大的神力和智慧 但他同样追求长生不老 故事的后半部分描述了吉尔加美什 寻找阿特拉哈西斯 那位建造诺亚方舟 并获得了长生不死之道的传奇人物 以其求得长生之秘 然而 故事的结局却令人惋惜 吉尔加美什虽然找到了永生之草 但却被一条神奇的蛇窃取 这或许暗示着 某种神秘力量的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 这条神奇的蛇 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蜥蜴人 阿努纳奇的一种形象 都市传说中 阿努纳奇常被描绘为蜥蜴人的形态 这是否意味着 阿努纳奇或某种更高层次的力量 并不希望吉尔加美什获得长生 最终 吉尔加美什不得不接受生命的终结 这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生命的有限性是否是神对人类智慧的一种限制 在苏美尔的国王列表中 大洪水之前的国王寿命动辄数万年 然而在大洪水之后 吉神传授人类知识之后 国王的寿命急剧缩短 如吉尔加美什般的英雄 也仅能活数年或数十年 这似乎揭示了一个秘密 神在传授人类知识的同时 可能以人的寿命作为了某种交换条件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是否神也像我们现在对待AI一样 既希望其能为人类服务 又担心其超越人类 因此通过限制我们的寿命 来防止我们变得过于聪明 雾透天地的所有秘密 如果人类真的能够活上万年 那我们的智慧又将达到怎样的高度 或许生命的长度与智慧的深度 本就是神被人类设定的一个微妙的平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点赞和分享哦 同时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与你一起继续脑补这个神奇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